卢梭呢 他其实一生都在社会底层过日子 生活经常是社会生活无着 加上这个人呢又高傲 跟人家也合不来 经常弄得生活都难以为继 但是有一点 他做学问呢 一直是非常勤奋 而且思想坚定 百折不挠 而且他写了很多东西 这旁边呢就是卢梭的全集 就是卢梭的全集 卢梭的全集没有福尔泰多 但是也不少了 那么多东西 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是实现政治民主 他的理想是实现政治民主 那么他强调人权 强调人权 强调主权在民 上节课修集以前我说过 洛克朦胧胧地提出了 主权在民 那个卢梭呢 是旗帜鲜明地 维护了 主权在民 是吧 主权在民 他是从哪里说起的呢 是从我们刚才讲的 社会契约说起的 社会契约说起的 强调政府 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如果这个政府 他服务得好 那就是说这个政府的仆人 做得好 如果政府做得不好 人们可以对政府进行批评 对政府进行撤换 对政府进行纠正 如果这个政府又做得不好 他还要反过头来 对人民不客气的话呢 那么人民也可以推翻他 在这个基础上 他提出了人民具有 永久的革命权 提出了 人民具有永久的革命权 那么卢梭的主要的思想呢 都体现在他的著作里面 这里面呢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他的第一篇论文 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 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 这篇文章可以有个简称 论科学和艺术 后面的字可以不要的 论科学和艺术 卢梭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思想 就是反文明 我们是觉得文明是好的 他觉得文明是不好的 越文明越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坏的 社会制度是坏的 那也就是说你越文明 你就为坏的东西去服务 那么他的结果就更加严重 就好比一个坏人 这个坏人已经是非常坏了 他是不会变好的了 但是这个坏人如果是赤手空拳的话 那他最多会拿拳头打人 但是如果你让这个坏人 配备了一把刀 那么这个刀又是很好的话 那给人家造成的影响就大了 如果再给他一把枪 那把枪又是性能很好的枪 那他的作用又更坏了 他是这么一种反文明的思想 这也是一种从上自然的一种极端 也是可以研究的 后来呢 他又发表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在这里面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 那就是人类的罪恶都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私有制来的 都是从私有制来的 那么这种说法呢 是很卓越的 接着呢 又提出了一本书 社会契约论 这是以前我给学生讲的 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里面 他又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思想 提出了我刚才说的 政府的作用 法律的作用 提出了人民拥有永久革命权的思想 另外呢 他还有文学作品 比方说 埃米尔 忏悔路 心爱洛伊斯 等等 那么另外呢 卢梭还是懂得音乐的 懂得音乐的 他有一种简单的记谱法 他是对音乐有研究 也写过音乐方面的著作 那么我们可以看 右面 左面这张图 这是卢梭的先贤词里面 卢梭的木的侧面 正面呢 另外有照片 这里容量有限 我就没收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木啊 是造成这样的 是木门已经关了 卢梭已经在里面 长绵了 但是呢 这个木门弄出一条缝 里面伸出一只手 手上呢 拿着一个火炬 拿着一个火炬 就是点燃法国大革命的那个火炬 人家是这个象征意义 所以卢梭的地位呢 非常高 非常高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这是卢梭的书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 左边这个是法文原版的社会契约论 这是提出人民主权和人民享有永久革命权的 那个右边呢 是中华书局印的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一个中译本 它叫做卢梭明月论 卢梭那个时候意思说卢梭 社会契约呢 叫做明月 明月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论 它叫做明月论 那个时候叫做明月论 是中华书局印型的 中华书局印型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狄德罗 狄德罗 生活在十八世纪 狄德罗呢 是一位彻底的 唯物主义的哲学家 唯物主义的哲学家 那么他有一些言论 有一些言论 这个理性于哲学家 正如神的恩宠 置于基督教徒 就是我们这些哲学家 最重要的就是理性 就如同基督教徒 最重要的是神的恩宠 是吧 那么狄德罗所做的工作呢 他最大的一个工作 是主持编辑了百科全书 这个百科全书全称为 百科全书 逗号 科学艺术和工艺 详解词典 他编了这么一本大书 编了这么一本大书 这呢 也是很了不起的 这个 狄德罗的这本书 狄德罗主编的这个 百科全书啊 有二十八卷 有二十八卷 从开始出版到全部出奇呢 经历了二十多年 经历了二十多年 那么如果头头尾尾算起来呢 时间更长 时间更长 后来呢 到了一八三二年 当然那个时候 狄德罗已经不在了 到了一八三二年呢 人家又修订过 成为一本到现在还是有意义的 这么一本工具书 工具书 而且这个百科全书呢 他也为后来的那些百科全书 像大英百科全书啊 那个那个美国的那个百科全书啊 等等呢 建立了一个范本啊 建立了一个范本 那么因为编这个百科全书呢 这些人就就有一些人就凑在一起 一起工作啊 有很繁重的工作 那么这些人里面呢 有孟德斯丘 有福尔泰 有卢梭 还有好些人啊 那么这些人后来就形成了一个 哲学上学术上的派别 就是启蒙运动里面的一个重要派别 那就是百科全书派 百科全书派 当然像福尔泰 孟德斯丘 卢梭这些人呢 他本来各自有各自的事业 各自有各自的成就 他不属于百科全书派 但是他参与了工作 但是百科全书派呢 又是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这里面呢 参加过工作的呢 据统计是205个人 那么真正的合作者 是从头到尾都在做的 是24个人 有24个人 那么这个百科全书派呢 就成为 成为这个 成为这个启蒙运动里面的 一个重要的派别 这张图呢 就是百科全书 这张图就是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的一部分 百科全书的一部分 这么有一些呢 我就不详细说了 这些呢 要说起来很多 这张图呢 是百科全书派的人在开会 在一个沙龙里面 那么这些学者呢 凑在一起 在谈论问题 谈论问题 这是百科全书派 接着呢 我们说一位经济学家 奎奈 奎奈呢 是一个 也是一个贵族 这个人是自学成才的 他有两个本事 一个是做医生 这医生的水平呢 还不低 他是宫廷里面的御医 宫廷里面就是给王家 给国王 和给宫廷里面的成员 看病的医生 御医 御医 但是他更重要的呢 不是医生 他是经济学家 这个人呢 读书很多 他研究经济问题 赴税问题 人口问题 还有产品的分配问题 等等 研究经济问题 当时研究经济问题的人 是不多的 是吧 那么研究哲学文学 这种东西比较 更贴近生活 经济比较难搞 经济要很多材料 那么他研究经济问题以后呢 他发表了经济表 就是我这里写的第三本书 经济表 这个经济表里面呢 他提出了一个理论 就是关于再生产的理论 提出了一个关于再生产的理论 这些东西都不能详细的去说了 提倡重农主义 提倡重农主义 我们知道有重商主义 有重商主义 他提倡的是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 这些对于当时的法国来说 十分重要 十分重要 所以呢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 有几个来源 其中有一个是古典经济学 那么这个奎奈呢 就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 奠基人之一 奠基人之一 那么顺便说一句 奎奈对咱们中国也有所了解 也有所了解 他呢 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宋华派的 是福尔泰那一派的 这些问题呢 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也是说起来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这是奎奈 最后呢 我们说一位戏剧家 伯玛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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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原来是一个包税人 我顺便说一下 什么叫包税人 我们说啊 在这个 革命以前的法国啊 有很多科捐杂税 那就是说 国王要让人家去收税 帮他收税 收了税以后呢 再交给政府 那么能够当包税人的人啊 都是很有钱的 都是很有钱的 他是怎么着呢 比方说这块地方 是你负责收税的 然后要一共 要能够收出多少税 比方说是要收一百 要收一百 那么他就先拿出一百呢 献给国王 到国库里面去 然后他再去收一百 他其实会不会收一百啊 他绝对不收一百 他肯定收一百二十 还有那个多下来的呢 他就自己到腰包里去了 但是你要做包税人呢 你第一个要有 要有这个经济实力 还要人家选择中你 所以伯马社呢 就是一个包税人 全国有几个包税人啊 有四十个包税人 福尔泰说这种包税人啊 是平民国王 等于我们说记者是 无免之王 是吧 这个包税人呢 就是平民国王 他老百姓他是老百姓 但是呢 他钱多得不得了 而且这个财源滚滚 很厉害的 你们是不是读中学的时候 知道一个化学家叫拉瓦西啊 拉瓦西也是包税人啊 拉瓦西也是很有钱的 包税人啊 那么后来呢 这个伯马社跟一个贵族结婚 跟一个贵族结婚 那么跟贵族结婚以后呢 他也就得到了贵族的地位了 但是他做了贵族以后啊 做了贵族以后呢 他对于贵族的特权 对于贵族的那种恒征暴恋 是十分痛恨的啊 是十分痛恨的 那么他又爱好艺术啊 爱好戏剧 后来呢 就写 就以写戏为他的乐剧啊 那么启蒙运动里面呢 他写了好些戏剧 比较著名的呢 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啊 这个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呢 其实 其实好像 写是他写的 但是后来呢 被一个意大利的音乐家 改编为歌剧 是吧 那么然后呢 才出名的啊 那么伯尔社呢 那个费加罗的婚礼呢 是非常成功的啊 非常成功的 那么塑造了一个 塑造了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费加罗这么一个形象啊 这个形象呢 是机制的果敢的 是正面的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呢 他老跟贵族呢 闹冲突啊 闹矛盾 反映了法国的平民 和贵族之间的一种对立 揭示了社会的一种真相 那么另外呢 在戏剧理论里面 他跟狄德罗一致 跟狄德罗一致 那个等等啊 那么 那个像费加罗的婚礼 这样的剧本啊 在上海还在演的 现在当然没有演 有时候 报上还会有的 碰到什么 戏剧活动了 然后把那些传统的 剧目拿出来演 法国呢 常常是演费加罗的婚礼 好 这是我们对启蒙运动的 主要人物的一些介绍 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这个法国启蒙运动 第一点啊 第一点 我们要看到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 启蒙思想家 他们并不是有领导的 并不是说组织了一个委员会 然后你写什么 我写什么来分工的 他们完全是自发的 有的像卢梭 他是自己搞的 有的人呢 比方说百科全书派 他们都是好朋友 大家在一起工作 那么在一个沙龙里面 大家边喝咖啡喝茶在那谈 是吧 所以启蒙思想家的学说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他们之间也有不团结的现象 他们之间也有矛盾 也有差异 但是我们要看到 他们的总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就是在旧制度下 争取政治自由和批评的权利 争取政治自由 争取批评的权利 过去是不允许你有批评权利的 是吧 要求改变旧制度 建立新体制 建立新体制 他们反对教会权威 反对君主专制 反对特权等级 反对一切不合理的东西 就是用我刚才的话说 就是人的头脑这个理性 所有的东西都要接受理性的检验 如果你不能陈述你存在的理由 就应该被淘汰 被淘汰 所以这些人说的东西 虽然是有些矛盾 有些互相不买账 但是所有他们的这些理论 都丰富了有关建立新社会 建立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思想 也就是说 它有它的进步性和创新性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总结 总结之一 当然这种启蒙运动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总结 是吧 我们今天呢 这么样总结 第一点那就是说 它有它的进步性和创新性 它肯定是好的 但是他们之间呢 可能是不一致的 卢梭和福尔泰之间 福尔泰和孟德斯修之间 可能也有些不对的地方 有些不对头的地方 不团结的地方 那是有的 第二呢 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主张不同 但是他们都是真诚的启发民智 渴望国家去旧更新 要求达到人民的幸福 也就是说 他们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在那工作的 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在那工作的 并不是为自己 主张是不一样 但是目标是一个 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比方说 孟德斯修的论法的精神 他为什么要写论法的精神呢 花那么多二十多年的精力 写这个是干什么呢 他是要维护这个 和谐的君主制 就是开明的君主制 就让君主和所有的老百姓 大家能够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使所有的老百姓 使君主都热爱祖国 热爱法律 都热爱祖国 热爱法律 他觉得这样呢 就从心里头说 他这样的这个国家就好了 这是孟德斯修 福尔泰呢 相信理性 终将取得胜利 他写了这么多东西 那就是说 他是想让自己的笔啊 使人们少受一些 少走一些弯路 少犯一些错误 让人们建立一个信心 相信自己的理性 是吧 那么我们说卢梭 卢梭是反文明强调自然的 反对文明强调自然的 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 提出了啊 人民有永久的革命权等等 他呢 认为自然造的东西 我们这个国家是自然造的 他本来就是好的 但是后来是人自己把它弄坏了 弄坏了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想个办法 自己把它来修好 自己把它来修好 迪德罗呢 是编百科全书 是吧 他编百科全书 搞了几十年那么辛苦 而且还要遭受迫害 于是有人就要劝他逃走 你在这儿不行 迪德罗说不行的 他说我放缺这个工作 就是退却 这个迫害呢 是我们的敌人所希望的 所以我为了我们的人民 对人类有用 我必须要工作 等等等等 这是第二 就是他们主张不同 都是为了启发民智 为了渴望国家去去救徒兴 第三呢 他们都提出了理性 都提出了理性 那就是如果文艺复兴运动 是复古 是复古 那么启蒙运动呢 那就是争取恢复人的权利 我们说文艺复兴 它有个复兴 Renaissance 复兴是复罗马之古 复希腊之古 重新肯定人尊重人 追求所谓心灵的解放 个性的解放 生活的解放 也就是一句话 追求人的解放 那么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呢 就是在科学的祈祷 和理性的推动下 争取恢复人的权利 确立人的尊严的活动 所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是一脉相承的 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我们总结的第三 总结的第三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四 第四呢 我们用恩格斯的两句话 来做一个解释 就是说 对于这些启蒙思想家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 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 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 那么这个话 肯定是对的 那肯定是对的 尽管福尔泰孟德斯丘并不主张革命 但是对于旧制度来说 他们的那些思想 那些理论 本身就是一种革命 这是一个 就是这些人都是革命的 但是还有一句话 18世纪的伟大的思想家们 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 就是和历史上以前的那些伟大思想家们一样 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 所给予他们的现实 那也就是说 他们还是有时代的局限的 也是还有时代的局限的 一 非常革命的 第二 他们是有时代局限的 这就是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 好 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 不知了 感谢观看